不太同意 我觉得实际上他牢牢把握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就是他的改革开放 也是为这个保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服务 因为这个实际上在毛泽东 搞这一套阶级斗争为钢 这个搞到最后民不聊生 国民经济到崩溃边缘的时候 其实共产党执政地位已经极其可危了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来救中国共产党的命 那很可能再按那套极左的路线走下去 那很可能中共的执政地位就不保 也可能在若干年以后 或者是随着苏联东欧的事件等等 这个中国共产党也许也保不退 只不过就是因为邓小平提前搞了这个改革开放 所以就导致什么的后果呢 就是说东联东欧的这些共产党国家都倒的时候 中共没有倒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因果关系实际上应该说它还是中体为用 或者叫执政为体改革为用 是这么一种 但是呢 当然这个从改革来讲 其实邓小平还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 但是他主张呢 也是要在中共执政的前提下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也就是说呢 在十二大修改党章 提出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在十三大的这个政治报告中提出党政分开 这些呢 其实都是在否定毛时代的做法 那它的目的呢 当然一个就是使这个中国跟世界的政治经济能够接轨 再有一点就是说 同时也能保住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 所以邓小平底线还是一个执政 但是呢 他希望通过这个改革 来使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期限越长越好 那么而且呢 还有他希望做出一些的体制上的改变 比如说 你把治国通过这个 把这个政党的活动也纳入到 建法和法律的范围里 这个是他进步的一面 但这一面 其实也包括 就是说呢 他可以缓和国内的矛盾 他可以约束共产党国安员的那些无法无天的行动 使这个体制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我想呢 就是说我们看共产党的时候 或者分析这个邓小平的时候 要注意到他的两面性 就是说他既有积极改革的一面 也有要保住这个共产党执政系统的一面 这就像这个大清的时候 搞洋务运动也是一样的 就是搞洋务运动 绝不是要推翻清政权 或者要自我颠覆清政权 而是要使这个清政权强大起来 大清王朝强大起来 这个能够永远的统治下去 我觉得基本上 共产党包括邓小平 都是这样一个思路 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 那么即使发生了六四事件以后 邓小平还是强调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一个是 他说这个男人讲话 他提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一百年不动脚 他其实还是守护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但是呢 男人讲话也有一个好处 男人讲话就是启动 重新启动经济体制改革 因为本来在六四事件以后 经济体制改革也受到挑战 那这个当时 这个体制内有大量的 这种转和兵演变的声浪 就是把这个邓小平的 经济改革也要否定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他不得不得起来 维护自己的工业 但是呢 他不没有做完 他只是启动了经济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他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启动了 所以呢 这也是造成 他的一个历史上的遗憾 当然刚才 六四的镇压什么 这些 我认为 他所犯下的这些罪行 我们都应该记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